据报道,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殖民统治姜维吾尔人带到该国的不同地区,使他们成为廉价工人。 在中国,冠状病毒已扩散到约8万人,并杀死了约3000人。 结果,中国的经济生产严重下降。 中国政府继续将维吾尔族派往大陆各省和城市,使他们在中国各地的工厂成为廉价劳动力。 他们从不考虑维吾尔的安全。 维吾尔族被送往的地区主要是湖南、江苏、江西和浙江。 在主如新疆日报等中国新闻媒体中,短短几天之内,就有400名来自东突厥斯坦的年轻人被派往了湖南、浙江和江西。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昆奈莎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况。 在北京隔离了数百万人和公司已停止生产之后,维吾尔人被送往这些地区。 显然,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生活一点都不重视,无法保证这些维吾尔人能够安全回家。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族人的侵犯人权和集中营政策,已列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会议的议程。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利·昆奈莎说,欧盟在会议上谴责了中国的集中营政策。 德国外交大臣马斯要求中国关闭集中营,并结束对维吾尔人的压迫。 来自英国和托尔旗等国家的代表在讲话中对集中营表示关切。 市委会主席多利坤表示,他们计划提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集中营新的冠状病毒对集中营中数以百万计的被拘留者构成的风险, 以及中国所谓的预防措施,吉尔维基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会议将于3月20日结束。 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27日访问北京, 受武汉疫情影响,巴特图勒嘎疫情回国后,立刻被隔离14天。 蒙古新闻社报道,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与外长达姆丁, 其其他访问团成员已经回到蒙古。 这些政府官员一翻滴蒙古就被隔离14天, 以作为预防武汉肺炎疫情的措施。 巴特图勒嘎疫情于27日到中国进行访问, 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会见巴特图勒嘎。 同时,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致死亡人数升至2790人。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表的声明, 近24小时内有44人死亡, 总共死亡病例为2790例。 2月27日临至24时,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27例, 新增死亡病例44例, 湖北41例,北京2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例, 新增疑似病例452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道, 托尔其是一个宝贵的盟友, 他们将继续向托尔其提供防空支援。 北大新洋工业组织 北约应托尔其要求召开的叙利亚问题特别会议已结束。 昨日在伊德里布袭击事件中, 33名托尔其士兵牺牲, 其32名士兵受伤后, 托尔其曾要求北约召开特别会议。 北约秘书长呼吁叙利亚及其支持者俄罗斯 停止袭击并尊重国际法。 另一方面, 托尔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与多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 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发表书面声明表示, 默克尔和埃尔多安在电话会谈中 讨论了伊德里布的最新局势,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需要紧急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及尽快启动政治会谈。 美国特朗普就周四伊德里布导致托尔其士兵牺牲的袭击, 向埃尔多安表示慰问, 并对上述袭击急于谴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就叙利亚局势召开的会议上, 顿促各方萨伊德里布立即停火。 第二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 论坛上两国代表签署了约52项协议, 价值约5亿美元。 两国的许多商人和官员出席了会议, 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布都拉·阿利伯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理阿斯卡·马明。 论坛之后, 双方签署了52项协议, 总额达5亿美元, 涉及两国在工业、基础设施、制药、农业、银行等领域的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